第2135集 邵氏科技是我一手创立的 我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为了邵氏将来更好的发展 所以我就算是独裁了 又能怎么样呢 邵氢盈微微一笑 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直接走了 因为这件事情 我更没有理由向你解释 没错 你没有理由向我解释 也没有这个必要 许珠冷笑道 但是你要清楚 邵氏科技 正是我们这些小企业撑起来的 如果没有我们 你邵氏科技 不可能撑到现在 所以现在我要谢谢你们理事工业啊 那个时候你们确实帮我不少 但因为邵氏科技的需求量太大了 你们理事工业也一跃成为国内工业的首位 李夫人 我们是合作 合作带来的好处 你是看得到的 对吧 邵氢盈笑了笑 没错 我们是合作 不可否认 你们确实给我带来了十分大的力 但是邵总 你这么谢莫杀驴 有些不太好吧 我没有觉得什么好不好 李长叶在公司里做的那些事情 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因为我了解李长叶 以他自身能力来说 有些事情 他不可能做得那么天衣无缝 如果没有人受益 他做不出来 这背后 还是全账李夫人教得好 邵总 没有证据的事情 千万不要乱说啊 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呢 是邵总泄魔杀驴 你这样 不会让跟着你一起打江山的人 感觉到心寒吗 跟着我的人呢 我自然不会让他们亏太多 但是有些人想在我这儿 投机取巧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做不到 李夫人 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你直说吧 目的很简单 李长叶的职位恢复 我就当做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恐怕不行 李夫人 你说话里的意思 颇带威胁的意味啊 我不是在威胁你 我是在教你认清楚一个现实 邵清营 你们邵氏 现在还离不开理事工业吧 你觉得呢 邵清营 站了起来 这个女人 看起来要摊牌了 我觉得也是 许珠也站了起来 如果 现在我们理事工业 不和你们邵氏 合作了呢 不和我们邵氏 合作 你们李氏 将面临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们提供的东西 也只有我们邵氏 才有需求 邵总总是那么死心 那么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终止合作吧 许珠冷笑了一声 她不相信 邵清营 真的会和她终止合作 因为邵氏 这么宏大的一个企业 每天的需求 根本就不是 你能想象得到的 邵氏的科技发展 离不开 李氏工业的支持 只要终止合作 邵氏一定就会 陷入瘫痪的状态 那好 终止合作 但是李夫人 我还是想劝你一句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我已经确定 要这么做了 怎么 我跟你分析一下 弊端吧 和我们终止合作 你们首先要赔一大笔违约款 而且你们李氏工业 现在的产品 都会直销 李夫人 你确定 李氏工业 现在能经得起 这么大的动荡 邵总 我也算是生意厂上的老人了 你觉得 我会需要你来 教我怎么做吗 哼 不惜啊 李夫人也是一个聪明人 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公司 陷入被动的状态的 但有些时候 因为生气 昏了头脑 有些事情 李夫人恐怕看得 不是那么太清楚了 所以我提醒一下李夫人 你也是个聪明人 少庆英 你也清楚 如果我们终止合作 会带来什么 我当然清楚 只是李夫人 为了一个李长叶 我们非得拼得 鱼丝网破吗 这不是李长叶的问题 而是面子的问题 少庆英 直说了吧 你不能动李长叶 如果我要动了呢 那就 走着瞧 李长叶所有的犯罪资源 传到警方的邮箱里面 少庆英毫不客气地 给智能系统下达了一个命令 收到 一个机械声音响起 然后前方的玻璃上 出现了正在传送的字样 片刻以后 传送完毕的字样出现 你 须珠的脸色在这瞬间变了 他没有想到少庆英居然这么狠 他真的把李长叶所有的资料 都传到了警局 商业罪 足够李长叶下半辈子 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而且 这还不是最坏的 严重的话 甚至李氏都会受到牵连 我就这么做了 李夫人 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少庆英毫不在意地说 行啊 少庆英 你够狠 难道你就不怕 我和你拼个同归于尽 于死网破吗 许珠冷冷地说 要我说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 你还真的不够这个资格 就算是把你们整个 李氏工业搭进去 都不够 要不要 我们试试 现在我就终止 和你们李氏所有的合作 我看你需要的基础零部件 要去哪弄 这也正是我要说的 今天开始 少氏科技和李氏工业 所有的合作 全部终止 少庆英 你真的疯了吗 许珠真的是震惊了 她觉得少庆英 一定是疯了 不然的话 她怎么会做出 这样的决定呢 不可思议对吗 你真的以为 我会过分依赖 你们李氏工业吗 说真的 能替代你们的企业 有很多 而且你们李氏的模式 现在已经不适应 这个时代了 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你难道没有发现问题吗 少庆英站起来 她微微一笑 少氏工业已经成立了 现在少氏科技所有的供应 都由少氏工业提供 小刀一颗螺丝 大道精密原件线路板等等 都能提供 现在少氏科技 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态圈 你觉得李氏工业 还有机会吗 不 少庆英 你不能这样 许珠真的慌了 本来她来这里 是想拿捏一下少庆英的 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少庆英居然会给她 来这么一手 提出解约 是你提出来的呢 李夫人 用这种手段来威胁我 你不觉得 太小儿科了吗 的确 少庆英是一个商界天才 别人能想到的事情 她早就考虑好了 所以许珠的威胁 她根本一点也不怕 更重要的是 许珠这样说 正好给少庆英一个理由 一个彻底把李氏集团 扫地出局的理由 许珠做梦也没有想到 她这么慌张地来到了这里 居然就是为了 给少庆英送人头 而且她这个人头 送得是又快又急 你真的不怕少氏 损失严重吗 许珠的脸色十分的难看 本来保养不错的她 看起来还是有点味道的 但是现在脸义难看 她就像是一名大妈 少氏工业早已经在一年前成立了 李氏工业的标准 现在已经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了 市场就是这样 你不努力就会被淘汰 李夫人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 许珠沉默不语 两脚 她才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的合同 现在还没有终止 如果你强行终止 那就是违约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李夫人 难道到了现在 你还没有认清楚自己的现状吗 现在不是我违约不违约的问题 而是我下定决心 要和你们终止所有的合同 你们提供的东西 我随随便便找找问题 就能让你们付一大笔违约金 你觉得 我会怕你的威胁 你也是纵横商计的传奇人物 怎么连这点问题都想不清楚啊 幼稚 绍清莹冷笑了一声 许珠彻底地呆住了 是的 她在商界也算是一名女强人了 但是她跟绍清莹比起来还是差得远 格局 大局观 都远远地不如绍清莹 她这才意识到 其实她这一次来这里 完全就是以卵击石 少总 许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 她说 我们两家的合作呢 还是挺愉快的 我们没有必要 因为这些事情上了和气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哦 你气势汹汹地来找我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我们两家企业 其实是一家人 少清莹笑了 她心平气和地说 你这种说辞 你觉得能挽回这一切吗 我们的合作还在继续 不是吗 我们还没有终止合同 只要合同不终止 就还有补救的机会 不是吗 许珠急了 机会有没有 只有我说了算 我说有机会 那就有机会 我说没机会 那就没有机会 不是吗 是 机会是少总给我的 许珠点头退让了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机会呢 少总 虽然现在你不需要我们 但是少师工 也是刚刚起步的 所有的一切 都没有我们成熟 如果贸然终止合作 我们之间都会有损失的 这点损失 对于少师帝国来说 简直就是毛毛雨 你现在还是好好想想 你们理事工业 未来的发展吧 少总 许珠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少亲营 已经不给她任何机会了 送客吧 少亲营淡淡地下了一句 逐客令 然后离开 少总 我们再谈谈 我们现在好好谈谈 条件你开 许珠急了 她连忙去拦少亲营 但是几名保安 把她给拦了下来 说完了 看到少亲营满面 春风地从里面走出来 叶浩璇不由地笑了 嗯 她完了 一切还算顺利 这级别上的对手 对你来说 完全不是一回事 她就是一个青铜 许珠还是有些手段的 李氏长多人死得比较早 当时的李氏 发展刚好遇到瓶颈 李氏中人 有一大部分人 是主张卖掉李氏的 而那个时候的李氏 贬值贬得厉害 卖出去 简直就是白菜价 许珠临危 寿命上任 这才有李氏以后的发展 李氏是家族企业 当时的他 应该是四面楚歌的 一个女人能面对这些东西 并能扛下来 真的不容易 不错啊 的确是个人物啊 是的 是个人物 那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呢 李氏的基础还是不错的 收了就是了 明白 叶浩玄恍然大悟 好厉害的手段 本来不想这样对他们 但现在既然要清扫一切障碍 那就索性做得绝点 少庆营哈哈一笑 这边的少庆营运筹为伍 而那边的李氏 却乱成了一团 家族会议上 所有人都吵得不可开交 而他们争吵的原因 就是源于和少氏科技的一切合作 突然全部都终止了 自从许珠掌控了李氏工业以后 这种局面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他把所有的一切大权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那些人就算是想反对 也没有那个胆子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邵氏和李氏决裂了以后 李氏的人突然发现 这些年他们过于依赖邵氏科技了 现在没了邵氏 他们极有可能面临倒闭破产的状态 感谢您的观优 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